翻着一页又一页的相簿书 这些都是综合模范父亲 刘英年 刘爸爸与全家出游的照片 刘爸爸出生大陆 九岁丧父 颠沛流离来到台湾 在中刚上班到退休 为了给小孩良好的学习环境 到处兼差 辛苦奋斗 让他们能够上私立的学校 接受最好的教育 当初我小男孩子 育有一子一女 目前都已经在社会贡献所学 父亲能够荣获模范表扬 都为他感到高兴 而刘妈妈也感谢 她为这个家辛苦付出 让全家人能够有个温暖的避风港 爸爸的辛苦 妈妈的辛苦 我们都看到 我们也很努力 希望他们能够开心快乐 所以当我们知道 他得到模范父亲的时候 我们非常非常的开心 替他开心 我这一生中给我爸爸最 应该讲他最不能接受就是我大学第一次联考落榜 所以那一年给我爸爸应该就应该算是蛮失望的 但是之后因为人嘛 有的是建物有的是顿物 那我大概是属于那种建物的那一种 等到我开窍的时候就是慢慢念慢慢念 所以后来该拿的学位也拿到了 我想大概也是做一个有用的人 我也很感谢他我们结婚了以后 他都一直为这个家庭在努力 那我是当然是男主外女主内 那我就把家人顾好 让他放心就在外面工作 大家过得安定生活 而为了感念父母养育的辛劳 孩子们经常带着他们到各地游玩 女儿还将照片制作成相簿书 有文字的叙述及美好的照片对照 每本相簿书必须耗费三至六个月的制作 而一本又一本的美好回忆 就已经成为了珍贵的传家之报 事实上我们现在都是用电脑 他们没有在用电脑 他们出去玩回来的照片 他们看不到 所以后来我就决定是说 我们每去一个地方 我就会制作成一本相簿书 然后输出给他们做一个纪念 然后他们跟朋友聊天的时候 也可以拿出来 然后在上面我也会都是用文字注解 而刘伯伯说他还加入了社区服务 经常到养老院孤儿院慰问 接触社会公益 有了不同的人生体验 到每一个养老院或是孤儿院去看的 那个形式都不一样的东西 有的呢 住在那里 有的呢 各种各式的人都有 可是我们看到的心情是 有一种心里说不出来的味道 不一样 到处走走看看不一样的风景 不管是与全家人出游 或是到养老院孤儿院慰问 刘伯伯都珍惜这些珍贵的回忆 也感谢有家人的陪伴 因为有他们 而让这个家显得完整而温暖 中佳新闻林凯军 卢秀娟终合场报道 下期再见